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,请听第435集。 不过不会太久,宴上要说正经事。 韩刚搂着美人厨娘的乡间,夜里等微夫回来。 严肃心耳朵一下就烧了起来,就算嫁给韩刚这么久,他还是不能习惯丈夫突然而来的亲密。 只是要挣扎,又舍不得离开丈夫坚实的肩膀。 垂着头,红得发烫的面颊只敢对着地面,过了好半天,才轻轻地嗡了一声。 李玉冷汗沉沉,背后都是湿淋淋的。 他的几个同伴,马竹、周臂、陈镇也是同样汗流浃背。 虽然他们所在的酒楼包厢并没有金碧辉煌的奢华,但清雅宜人的布置处处体现着匠心独运四个字。 陈设壁挂无不知上品,论起格调,远在让人止醉金迷的酒楼之上。 淡淡的檀香气从别致的香炉里飘散出来,虽不浓烈,可搭配起房间的布置,却是恰到好处。 就算没有点了妓女陪酒、歌舞出兴,仅仅是室内室外的环境,加上设宴主人的身份,绝对可以算是很出色的招待了。 但几位被推荐到韩刚面前担任幕僚的官学弟子,却早就没有享受了的心情。 尽管韩刚给他们的并不是声言色利的质问,也不是针锋相对的考教,只不过是在闲聊中随口问几个问题而已。 广西交指的风土人情,他们问遍了京城能找到的广西人。 就年朝廷在广西的战事,他们找到了曾经去过关西的将领。 韩刚过去的住属,他们也都找来享读。 为了做好这些准备,他们全力动员了所有自己能影响到的人脉关系。 可是韩刚问的这些问题,与李玉他们事先做的功课全然无关,轻描淡写的几个问题出口,就仿佛拉家长一般。 不论哪个回答,都只能看到韩刚在瞬间皱了一下眉头,然后很快地又舒展开来,让人只以为自己眼花。 但李玉等人不会这样认为,虽然自己的的确确是竭尽全力,可显而易见的,他们并不能让韩刚满意。 几个人心中都有些急,考教他们的是官学一波传人之一,未来前途无量,必然会将官学一脉发扬光大。 不能通过他的考核,可是会失去了眼前这个难得的机会。 曾与韩刚齐心合力,将从河北涌来京城的流民安置妥当的三个幕僚,如今都任官出外。 魏平真方兴都是无以科长,直接去了地方州县任官,而另一位叫尤纯的,是阿尔成的弟子。 据说他本准备要考进士,靠着身上的官职,很顺利地通过了所听士。 只不过今年还是落了榜,没有考上进士,现在好像已经回到了洛阳去,重新在松阳书院聆听阿尔成教诲。 在韩刚身边不过一年,三名幕僚都得了官职,官学一脉的弟子中,想在韩刚墓中混出一个出身的为书不少。 这等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总不能便宜了外人,可最后能得到张在推荐的也就他们寥寥数人而已,礼富四人没有一个愿意放弃。 你们也知道,除了班职之外,军中的空额哪边都不会少,上阵厮杀并不是兵级上说三千人,就是三千人,有的有两千,有的有两千五,若是运气差的时候,就只有一千五百,甚至一千人。 所以上阵之前,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将人数清点好,这样才能分排任务,只是要清点军中空额,则是会犯到下面的忌讳。 韩刚笑道,当初我为了点清来远西河路的各家到底有多少兵马,可是很费了一番周折呀。 韩刚顿了一下,环目一扫,几人却都是张口结舌。 这是算不上太难的问题,可惜李夫四人都没有接上话来,心中暗叹,还是少了历练。 他的考题不是什么运筹帷幄,而是具体到行军打仗中的每一个细节,这是他的实际需要。 韩刚作为统安南经略昭讨司中管后勤参谋的第二号人物,必须要掌握第一手的准确数字,不论是己方还是敌方。 这就需要幕僚们从得到的庞大情报中进行分析选择,同时也要针对内部,让张纯、韩刚几位主帅能了解军中内部的实际。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。 这是李夫他们接手后要做的工作,可眼下他们很明显还不够资格,竟被问得张口结舌。 韩刚并不是打算给他们当头一棒,这样太过明显的下马威,用不着自己出手,真做了就反而显得自己气量太小。 到了广西之后,他们自然会看到现实,现在只不过是出于好意的提前点醒。 李夫等人都是读书求学中的新人,经验能力肯定是没办法与当初做了多年幕僚的魏平真方兴相比。 不过都是官学一脉,韩刚不介意拿出一点时间来从头培养自己的班底。 只是在这之前,必须要让他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 他们的任务不是穿着贺场,摇着雨扇,而是繁重忙碌的一系列熟悟工作。 至于某主测试什么的,韩刚当然需要,有人能为他在混乱的朝堂上站稳脚跟而进行指点,当然是一件好事。 可凭着眼下张口结舌的几个人,想来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惊喜。 行军打仗是两件事,镇上指挥不容易,而率军赶路也同样不容易。 放弃了前面的话题,韩刚亲自为几位同窗针灸,换了个简单的问题。 你们可知道,寻常不足,一日能走多远呢? 大步来自关西的几人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还是能回答的。 李夫道,五十里而征立,则绝上将军,一般最多也只有三四十里。 三句话不离兵法,这让韩刚有点失效,但他立刻掩去了笑容点头道。 说的没错,一般来说,普通进军在比较平坦的官道上行军,一天差不多三十里四十里的样子,精锐一点的进军则可以一天走出五六十里。 如果是临战前的急行军,精兵一日百余礼,连续两三天都是可以的。 不过换作是敌行不明的情况,则只是二三十里,再多就会有危险。 马竹说道,听说龙雪从贵州南下时走得更快。 抵达宾州前的那几天,的确是一日百余礼,一个是因为是在境内,不予遇到贼军埋伏可以放开来走。 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我带在身边的兵力少,才八百多人,一余管束。 韩刚叹道,如果能让上万部族在一条道路上做到一日百里,这份能耐就当得起名将二字了。 也就是要兵精将粮。 一直以来都说话不多的周碧问着,的确,要想做到一日百里,兵是要精,将是要粮,可不仅仅是兵精价粮的问题。 怎么让士兵在长途行军的时候,不至于士气低落,可以随时接战,不是有人望着将领说句话就够的。 李富立刻接口道,要善辅士卒。 韩刚笑了一笑,空口白话的四个字可以写在书上,可没有具体的条款,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,细节之中才能见到真仗。 陈震沉声道,与士卒最下者同一时,卧不设习,行不齐成,倾果盈良,与士卒分劳苦。 韩刚的脸上还是保持着淡然的微笑,这是无企。 依然是没有说到点子上,这个时代,想让军中将帅学习无企的做法根本不可能。 其实,如果当真将医疗卫生制度上读得熟了,并加以理解,尽管里面没有说这方面的事情,但如果有心,就能做到处类旁通的。 李富抓住耳朵,陈震则头歪了一点,与同学们一起用疑惑的视线看着韩刚,等他说出答案。 很简单,到落脚的地方,能用热水洗个脚,能吃到热饭热菜,喝到热汤,对听命打仗的士兵来说,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待遇了。 韩刚神荣严肃,但这些事必须要快,不能等到祖武们身子冷下来,一旦人歇息下来,出国汗的身子很快就会变冷,再吃些冷时,内外交价,很容易就病倒一片。 而没有热水洗脚,不能让走了一天的双脚,血脉活络通畅,第二天就别想走得更远。 这算是军中的常识,也是出门在外的旅行者的常识,就算是码头上扛包的苦力,也都了解一些。 但放在李富等读书人的身上,只要没有经历过,可是一个都想不到,只能点头受教。 韩刚仔细盯着他们脸上的表情,倒是没有见到哪一个有不以为然的表情。 这就好,韩刚心中满意,继续说道。 军中的士气不可能靠着干粮咸菜来保持,有肉有汤的热饭菜,比起还没有到手的银娟恩赏,更有效。 西角的热水,能让士兵们第二天多走上十里。 只是啊,这些事儿说是容易,要安排起来就不容易了。 来自秦凤靖元两路的西军刚刚南下,罗武成也只是刚刚捉到几个刺探军情的赤猴。 韩刚还在京城考教他的幕僚,而河东早早的就拉开了战争的序幕。 不同于战事还在酝酿之中的广西,也不同于尚不坚动静的关西,河东的战鼓此时已经敲响。 代州、宁化、柯兰、火山、河东、北方边境各军州面向辽国西京道的关爱,皆是戒备森严。 燕门关上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盯着北方,防着西京道中契丹铁骑,在丰州战时正憨的时候, 乘兮突袭河东。 大军在集结,来自于河东各州的精锐力量,在一个月的时间中,一批批地渡过了黄河, 见此聚集在河东路,唯一一片位于黄河西岸的土地上。 而河东经略安抚史,太原之府,雄武军节度留后郭奎,大宋军中排名第一的大将的将棋,眼下就在辅州城上飘扬着。 在郭奎的大旗下,汇聚在临州州府的六万马步进军,俯首听命,整装待发,而在他们的身后,有近二十万民夫,数万罗马牲畜,为大军的粮末来回奔忙着。 而在此之前,抑郁收复师徒的宋军,已经将耳目送进了山巒的另一面。 一名宋军赤侯潜伏在丰州的山林中,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战马马鞍前,挂着一个血迹未干的头颅,那是他在路上遇到的落单的西夏少探。 阻止了西夏少探带着收集来的情报回到丰州,年轻的赤侯想着更进一步地将党项人的情报搜集回去,两庄功劳一现,自己好歹也能再往上挪一劫。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,赤侯的战马安安静静的啃食着地上的嫩草,赤侯一动不动,在他下方的山道上是丰州驻军每日巡查必走的道路,只要有耐心,肯定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情报。 一名骑兵突然从山壁遮挡的道路上冒了出来,赤侯精神一震,一双眼睛也立刻睁大了。 跟着这名骑兵之后是更多的骑兵,一名名一对队,最后竟是一队多达三百余计的队伍,从人数上看大约相当于宋军骑兵一个指挥。 那对骑兵越来越近,最前面的掌旗官已经走到了他的正前方,隔着四十多步,浮在山林中的赤侯,眯缝起了他那一对如鹰笋一般锐利的眼睛。 那是什么? 怎么可能呢? 压得嘀嘀的声音,如同在噩梦中的身影。 这怎么可能啊? 这不可能。 奢克柔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双脚,颤抖的手按在胶椅旁的小脊上支撑着,只是后世的松木打制的茶击立刻就给带着抖了起来。 脊上的茶盏叮咛咣咣地碎了一地,茶水全都泼在了地上。 河东关西都赫赫有名的奢家家主此时抖得厉害,这不可能,契丹人怎么会为西贼火中取利,是准备毁了潭州之盟,随必不想要了。 所以他们打着西夏人的旗号。 奢克刑与西贼骑兵交手几十年,大战小战数百次从没有见他畏惧过,可今天却是铁青了脸,因为很有可能在进攻丰州的同时受到契丹人的袭击,更因为堂兄眼下的失态。 奢克柔心中被契丹铁骑的马蹄声给充满了,并没有感受到兄弟心头的怒意。 他这旗号,又能瞒得过吗? 现任的辅州之州是奢克柔,不过州中的正式兵士都是由他的堂弟奢克行拿主意。 前任的辅州之州奢克刑是奢克刑的父亲,不过奢克组的职位是继承自他的兄长奢克敏,也就是奢克柔的父亲。 所以在奢克组过世前所上仪表中,就请求朝廷将辅州之州的职位交给了奢克柔。 只是奢克柔的身体一直不好,为人庸碌,实际上,辅州的职长者是奢克刑。 如果奢克柔病死了,下一任奢家家主就会落回到奢纪组长子奢克刑的头上。 该正是现实了。 奢克刑瞥了堂兄一眼,已经确信必然是撩人。 纯亡齿寒,契丹人本就不可能看着大宋一步步将膝下平灭,都把女儿嫁给了炳长,难道还不能派些兵吗? 只要是打着膝下人的旗号,就算是被拆穿,撩人也能推得干净。 此事不要妄下定论。 端坐在尊位上的郭奎,双眼半睁半闭,将自己浮动的心情藏在了双眼的眼帘之下。 必须要查探清楚再说。 奢克刑低头一探,还要怎么查探呢? 并不是一名哨探的回报就让他身心不疑,此前派出去的几十名哨探,有四分之一陆陆陆续续的都将发现辽国骑兵的消息报了上来。 上报的辽国骑兵人数有多有少,最少的三十余计,多的则达到了五百计。 尽管他们都打着西夏的旗号,但穿着打扮,甚至索旗战马的品种,都与党项人有着很大的分别。 如果是关西进军,肯定不可能认出他们的身份,毕竟从来没有接触过。 多半会认为是西夏国中一个装束特别的不足罢了。 但这里是河东,不但与党项人交手,同时也日夜提防着盘踞云中的契丹人的亲戚。 契丹人和党项人的装束区别太大了,可以说是一箭便知。 会不会是党项人假扮的? 奢克柔忽然又问道,看出了破绽一般的大声说了出来。 他们的行军路线不对,派出去的赤侯所发现的疑似辽人的骑兵部队的地方,是位于丰州外围的官道上,辽国骑兵怎么可能会为党项人看守门户呢? 奢克行暗自摇了摇头,契丹人当然不会为党项军看守门户,可辽国西京道,绕道丰州,转往辅州来的小道,却也正连着那条官道。 过去,丰州去往辽国的回忆商队,在那条官道上时常都能被发现。 可这话他不好开口,私下回忆可是重罪,奢家的家产这些年都是靠着转运贸易来维持着。 但这样的挣钱手段,虽然私下里人人都知道,可一旦拿到明面上,就算是以奢家的地位身份来说,也是一桩大麻烦,怎么能随意将把柄送人呢? 奢克行也只能选择沉默。 那为何他们不打着契丹人的旗号啊? 梁聪吉尖着嗓子反问,光洁的下颌,尖细着嗓音,让人不会误会他的身份。 不过梁聪吉是领军的将领,而不是作为监军的走马承受。 这位在仁宗朝受到重用的内侍,曾经镇守在大顺城,领八百兵大败来袭的党将军,如今积功为皇城使,河东都前侠,只是宠幸成渡远不如如今炙手可热的王中正,石德一等大招当。 如果打着契丹的旗号,岂不会惹怒撩人? 奢克柔却是似乎一下子变得思路清晰起来,现在只是换身装束而已,旗号还是西夏的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35集,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36集。